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了什么呢 女孩穿着单薄的外衣外裤 坐在17层的窗台边上 担心女孩随时发生不测 在场的人都焦急万分 纷纷报警求助 接到报警的林匠派出所 立即启动应急机制 按照每层楼高三米计算 女孩位于17层 也就是说 她距离地面的高度 至少在50米左右 一旦发生危险 后果可想而知 那么这个女孩是谁 她为何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呢 然而问来问去 在场的人似乎对这个女孩并不熟悉 现场的情况 让民警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女孩随时都会做出过激举动 警方必须尽快确定解救方案 这边民警首先进入到 和女孩同一楼层的邻居甲 试图隔空劝说女孩回心转意 另一边消防队员以及医护人员 也都赶到了现场随时待命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然而解救方案却被逐个否定 最终女孩能够平安获救马 这个女孩平时是什么性格 什么生活习惯 她有些什么想法 对这个家里面是哪些崩满 或者是这些 咱们要全方位的了解 尽量 了解她的心理是怎么想 然后又针对性的 对她进行劝导 慢慢慢慢可以缓和她的心理 这个抵出心理 然后可以减少她有轻松的冲动 然后怎么立即联系开锁公司 而过来抓紧时间开锁 在等待开锁的过程当中 邻将派出所的民警 通过轮番聊天的方式 努力和女孩拉近距离 试图让女孩打开心扉 然而这个女孩的防备意识 却很强 面对民警的关怀和劝解 始终不予理会 这个时候 搞清楚女孩的身份 了解她学习生活的近况 就显得尤为关键 那么在事发之前 这个女孩经历了什么 究竟有什么想不通的事 会让她做出这样的举动呢 民警发现 此时女孩的母亲张大姐 就在现场 然而呢 却被眼前的一幕 吓得站不起身来 民警安抚情绪之后 从她的口中 掌握到了重要的线索 她不是 那正好是个礼拜天 礼拜天 催她洗嘴也来 她在那儿玩手机 玩了一会儿 我说你洗完嘴了没有 干水焦的时间 人家就听不共享的 可能是她在客户上 她和同学聊天 聊天可能是 不知道哪个同学是哪她来的嘛 咱们不知道 她没手 感觉她不高兴 可是一慢着 怎么反正孩子们 觉得一整场是吧 张大姐向民警反应 事发前一天晚上 她曾察觉到 女儿情绪有些不对 可当下并没有过分在意 结果第二天一早 女儿竟然不见了 比如看 早上起来 我瞧她不在 她在这儿 后面 人家给我丢了个条 她起了个小电动车来了 鞋子啥呢 就鞋子说是 她起的电动车 在线索房子里 早上一个人起个电动车来了 她一笑了 咱们肯定要当父母的 肯定是 其实我们 我和她爸爸都来了 一年前张大姐和丈夫 在城区购置了一套新房 从女儿留下的纸条来看 女儿呢 应该是去新房了 而且从张大姐家到新房 骑车大约需要15分钟左右 这呀 不由得让张大姐有些担心 女儿从没独自骑车上过马路 会不会遇到危险呢 另外 女儿突然独自去新房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省钱啦 交好旅游卡 省钱又好省 你有谁好吗 小林安的妈妈 没知道我现在 配合校王队 在外面 采取一定防御措施 注意地有些 有些反应的时候 我们民警 鼓端采取出事 今日起至10月31号 凡患腰椎键盘突出的患者 持县级以上腰突击打病例证明 到指定药店去报名 将会有机会 免费获得价值399元的爱妖礼包 清仓甩货大简陆 走进原产地 东摇红木工厂直销 即将撤展 余留家具 全部普及成本 大甩货 精品无斗贵 鞋柜 梳装台 一口价 6800 7万9的 酸汁本色 民运沙发 清价套 清价价 15800 力胜63 15万的 老挝大红酸汁 胶纸黄潭 黄空仪三价套 抄底价 29900元 10月31号晚6点前 赶紧来 迎则敲锡 中国煤炭博物馆 消防员是英雄 也是普通人 只要我们每个人 都重视消防安全 即使消除身边的火灾 也快 让危险不再发生 你就是消防英雄 我是尹小天 我为消防代言 因为放不下 堵在上下雪路上的车流 因为放不下 堵在社区门口的 严防死守 因为放不下 堵在家中 行动不便的老人 疏通 疏导 疏解 志愿者们成为不便的通路人 三系广播电视台 联合相担心 及爱心公益联盟企业 共同发起 畅快人生 健康中国 关爱常伴 通向美好 公益活动 致敬每一个通路人 保障每一位志愿者身体通畅 为社会带来更多美好 即日起 至11月30日 莫省凡患有便秘困扰的中老年人 到以上药店报名参与活动 即可免费领取 价值198元的通畅以包一份 咨询电话4008802755 相担心 畅快人生 健康中国 书筋借腰丸 专要专制 腰质键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 经常便秘 认准相担清台科研胶囊 走进原产地 东洋鸿木工厂直销 10月26号到10月31号 抄底大甩货 鸿木餐桌 大床 茶台 甩货价仅需9800 免费送大床 仅剩最后的机会了 10月31号晚6点前 赶紧来迎则桥西 中国煤炭博物馆 10月31号 大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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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校网队 在外面 采取一定的防御措施 大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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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大床 大床 张大姐急匆匆赶到了新房 然而 却并没有见到女儿 来了一 Sara 大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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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大床 大床 大床 最后 在消息 他瞬间瘫坐在地上 半天都爬不起来 伴随着邻居们的振振劝说 张大姐这才回过神来 急忙狂奔到了17层 女儿的反常举动 让张大姐完全不知所措 没有两分钟的时间 她便已经双腿发软 无法站立 直到民警和救援人员赶来 女儿对她的态度 似乎并没有缓和 虽然当时父母在劝她 但是她和父母是好大交 应该是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是比较激烈 所以她父母虽然劝她 但是你劝不起好东西 反而有时候就会激发这个矛盾 居动的时候可能会来回挪动 挪动就是确实有危险 对 为了避免这些情况 咱们是分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配合消防队在外面采取一定防护措施 以防不测 两方面咱们就是把父母来劝力 警方分析 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开锁的同时继续开导 尽快平复女孩的情绪 等进入房间之后再四期解救 我们就联系她好朋友同学 包括老师和她关系比较简单 平复她的心情 一直在平复安护她 提她以前美好的事情 提她以前美好的事情 感觉到她有松懈 首先她心情没有那么紧张 情绪也没有那么激动 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破门 呛点啊 尽量 女孩的情绪被稳住的同时 房门也被开锁师傅轻轻打开 解救女孩的时机终于到了 注意力有些转移的时候 我们民警果断采取措施 过去把她抱下来 经过警方四个多小时的工作 张大姐的女儿被成功解救 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谁跟她怎么想的 以前她听听我的个闺女 就种子种子 那个戴在强间 是轻轻铁还不轻轻铁 哎呀 这个变化挺大的 因为学会比较充足 虽说女孩已经安全了 但是林匠派出所的民警认为 女孩和父母之间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于是便又当起了知心大哥哥 希望通过和女孩深入交流 能够让女孩打开心扉 尽快从悲观中走出来 虽然我们是人民警察 同时我们也是个别人父母 看见这个情景以后 对自己的心理应有一定的触动 遇到这样的案例的时候 我们会和他的班主任 以及相关的老师会进行沟通 座谈 然后社区心理辅导人员会同时介入 事后的话我们的工作民警 也会不定期的就回访 林匠派出所的所长江卓渊说 多年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一直是他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而在他们的日常工作当中 走进校园进行普法教育 也早已成为他们工作当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要不定期的到学校里面 对孩子们进行法制的教育 我们做的就是政治的案例 政治的案例 这个案例的云南影 事态的勾果 还有和孩子们进行这个 是在学校里面中 医学人的可能性 也设备是这样的 他们才是要给别人 教育人的观察 这场主题是在学校里面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东方旭文化传媒集聘综艺编导摄像主持人 跟邻居说了一句话 一不留神就把手里的两个袋子呢 都扔进了垃圾箱里 放着一些现金三万块钱 和工作的一些资料 垃圾一旦清理走 找着回来的可能性不大 再一个就是可能有石化 或者在这边是垃圾的 可能是走 今晚21点05分 正道剧场猎人悬疑上演 敬请收看 看社会与法治频道 精彩不断当 传承中华瑰宝 红阳中药文化 关爱您的腰椎肩盘 山西广播电视台 携手陈底济输精健腰丸 及爱腰工艺联盟企业 共同发起中医药腰椎健康节 公益活动 相信中医药的力量 如果您患有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坐骨神经痛 即可参与 快速四公里活动 即日起至10月31日 凡患腰椎肩盘突出的患者 持腰拖病例证明 到以上药店报名参与活动 可免费获得价值399元 爱腰礼包 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报名领取 咨询电话0351 412 3233 呵护您的腰椎肩盘健康 我们一直在行动 瓜果蔬菜 没少吃 没少吃 做习运动 都规律 都规律 为啥还电蜜 为啥 这多是肠道干涩 肠动力不足 试试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一果一日一黄芹 增加肠润滑 增强肠动力 肠润滑 有动力 经常电蜜 认准香丹青 专注肠道健康19年 新疮甩货大简陋 走进原产地 东摇后木工厂直销 即将撤展 余留家具 全部普及成本 大帅货 精品无斗贵 鞋贵 梳装台 一口价 6800 79000的 酸池本色 民运沙发 清价套 清价价 15800 力胜63000 15万的 老挝大红酸汁 胶纸黄潭 黄空蚁三价套 抄底价 29900元 10月31号 晚6点前 赶紧来 迎则敲息 中国煤炭博物馆 好好好 堵了 堵了 这茶壶堵了 还不要紧 如果得了三高 血粘稠 哎呀 就怕堵了心和脑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哄血范畴 哄血不清 就容易堵塞心脑血管 清血八味片 传承三百年清血骨方 精选矿物药 动物药 植物药 三药合一 清哄血 您看准了 清血八味片 专利药 专药清哄血 清血八味片 祝您 哄血清 心脑好 猛齐清血八味片 因为放不下 堵在上下雪路上的车流 因为放不下 堵在社区门口的严防死守 因为放不下 堵在家中 行动不变的老人 疏通疏导疏解 志愿者们成为不变的通路人 三系广播电视台 联合香丹青 及爱心公益联盟企业 共同发起 畅快人生 健康中国 关爱常伴 通向美好 公益活动 致敬每一个通路人 保障每一位志愿者身体通畅 为社会带来更多美好 即日起 至11月30日 莫省凡患有便秘困扰的中老年人 到以上药店报名参与活动 即可免费领取 价值198元的通畅领包一份 咨询电话 4008802755 相担心 畅快人生 健康中国 走进原产地 东阳红木工厂直销 10月26号到10月31号 抄底大甩货 红木餐桌 大床 茶台 甩货价 仅需9800 免费送大床 仅剩最后的机会了 10月31号 晚6点前 赶紧来迎则乔西 中国煤炭博物馆 跟邻居说了一句话 一不留神 就把手里的两个袋子 都扔进了垃圾箱里 放着一些现金 三万块钱 和工作的一些资料 垃圾一垫清理走 早就回来 可能心里不大 再一个就是 可能有石化 或者在这边 石垃圾的 可能石走 林匠派出所 位于长治市 屯流区主城区 辖区总面积 60.3平方公里 所辖5个社区 28个村庄 6.1万人口 辖区内流动人口多 商业网点密集 治安情况复杂 全所日军接警量达30余起 辖区居民 常女士是辖区的常住人口 她说过去 她只听说邻居们 无论大事小情人的 只要拨打110报警电话求助 林匠派出所的民警 都会第一时间出警 尽全力为群众拍忧解难 可她从没想过 自己有一天 也会主动找到民警 那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比较着急 然后手里拿着两个袋子 一个袋子 放着一些现金 三万块钱 和工作的一些资料 另一个袋子里面 放了一些生活垃圾 这天早晨 常女士出门去上班 手里提着两个袋子 其中一个袋子 是要提到单位的 可结果 等她到了单位 准备收拾东西的时候 却发现这个袋子没了 然后去到单位之后 我就发现两个袋子都没有了 其实我这个钱 当时丢了的时候 我就在想 完蛋了 找不着了 常女士清晰地记得 自己明明是提着 两个袋子出门的 中途除了在小区里 扔过一次垃圾之外 哪都没去 这个袋子 它怎么就没了呢 常女士说 这三万块钱 那可是她攒了一年的积蓄 眼下家里有势急用 这要是没了 可怎么办 回想起到垃圾的过程 常女士意识到 坏事了 下楼之后 一不留神 跟邻居说了一句话 一不留神 就把手里的两个袋子 都扔进了垃圾箱里 想到这 常女士急忙往家跑 路上她忐忑不安 从家到单位 往返得办个多小时 这三万块钱还能在吗 迅速地又回到了 扔垃圾的地方 这个时候就发现 垃圾袋里面的有些东西 还在垃圾箱里面 现金已经不在了 包括当时袋子里 有放的我的一些书 也不在了 当时是非常着急的 感觉很无助 看着自己丢掉的垃圾和水杯都还在 常女士当下怀疑 庄前的袋子和里面的三万元钱 一定是被人捡走了 于是她立即报了警 林匠派出所的民警 迅速在事发地周边展开调查 表解到这儿 民警分析 很可能是有居民在扔垃圾的时候 或者是有失荒的人 发现了垃圾桶里的现金之后 故意捡走了 那么究竟是谁 捡走了常女士的三万元钱呢 垃圾一旦清理一早 早就回来的肯定性不大 当时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 它这个垃圾转运中心 它每天都会有固定的几辆垃圾车 前去那边这个小区 进行垃圾的回收工作 然后我们也咨询了垃圾站的工作人员 他们说当时他们确实是七点 从垃圾转运站出发的 但沿途收垃圾以后 到达现场时间 大概是个早上八点钟左右 他们到了以后 得知了常女士 不小心将钱 扔在垃圾桶里这个情况 所以他们没有对垃圾进行处理 保持了原样以后 他们就离开了 在警方进一步走访摸牌时 一位居民向警方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哪日每天早上都来点垃圾呢 每天都来 对 每天早上上午都来 他就每天每天 就他一个人来的 其他人进不来 固定了 他就在这边人住的 他就在前面这个拦截没法 掌握到这一情况之后 民警迅速调查到了 这位石荒老人的落脚点 那么 常女士丢失的三万元钱 到底是不是 这位老人拿走了呢 我们跟他这个交流 交流中间 发现这个老头 他虽然是 说是没有看见 但是他给我们说话 呼吁回避这个事 给你找一找 找不着就算了 找着你就在家犯成事 也没拿 面对警方的询问 这位老人虽然失口否认 但是民警 还是从一些细节当中 捕捉到了蛛丝马迹 最终 经过半个小时的劝导 老人终于从家里的角落里 拿出了常女士丢失的袋子 并将袋子里的三万元钱 全部归还给了常女士 拿到失而复得的三万元现金 常女士激动不已 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 平时生活当中 也都是正常的工作生活 也接触不到这个违法犯罪的事情 所以说呢 平时感觉和民警和警察之间 还是有一些距离的 但是呢 通过这件事情 我感觉 一下子就让我感受到了 警察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 对我们老百姓 对这个社会质安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只有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在这比较着急 比较困难的时候 警察能够第一时间 出现在我们身边 我觉得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 是非常安慰 非常欣慰 非常暖心的一件事情 群众的安全指数 幸福度也越来越高了 老百姓不管是大致孝势 对于我们来说 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我们的胆子 我们只要是老百姓 颁老这个事 以后我们心里边 就一如然是这种心理感觉 所长江卓渊说 不管是解救叛逆的少女 还是帮助群众 找回丢失的现金 这些大家在普通生活当中 偶然遇到的问题 却是他们日常工作当中 经常碰到的求助 对于基层民警来说 无论大事小事 只有尽全力 把群众的困难解决好 把工作做到百姓的心上 他们的心里 才能够真正的踏实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